謝謝主席 我們請部長 請部長 委員好 我們現場倒帶 李鴻鈞委員最後一句話 趕快把第三航廈第三跑道搞定 桃園航空城沒有急迫性 部長你說是 他一次是趕快把第三航廈跟第三跑道搞定 所以我當然講是 他的第三跑道指的不是你這一條 就是軍用跑道 你說是哦 桃園航空城 我聽到的是第三跑道 你扭曲李鴻鈞委員的說辭 謝謝委員的指教 哎呀 這實在是眾目睽睽全國都在看 本席今天為什麼會提福海工 並非本席只關心這個點 而是 我要把這個點的來龍去脈 舉出來讓所有人知道 非得要 改弦意測全區聽證不可 因為目前審定的都市計劃的那部分 你們沒有要全區聽證涵蓋的內容 涉及的是很多違法荒謬的事項 這個案件就是徹底違法荒謬的部分 你們看一下 這個是2013年7月你們第一次公展時候的計劃圖 圓圈的部分就是浮海工 當時浮海工有一個計劃在那裡 這是第一次的公展 可是2014年第二次再公展的時候 然後浮海工這個範圍就被剃除在桃園航空城之外了 被剃除在航空城之外 整個浮海工的範圍 這裡是過火場 然後這邊是廟城 好來接下來 這個是2013年第一次公展時候的計劃方案 過火場全部有被保留 而且還增設了停車場 然後廟城前面的館場也全部有被保留 那它的周邊維持了一個很好的空間 這裡呢是預計是做公園之用 這是第一次公展的計劃方案 來接下來 接下來因為中間就牽涉到第二次再公展的時候剃除 再公展的時候剃除到最後的審定版本之前 2014年7月17號的時候 這個是桃園縣政府所提的方案 來跟浮海工尋求共識 雙方贏得共識 這個是7月17號縣府所提方案 這公文裡面縣府所提方案 然後來跟廟方取得共識的方案 這個方案廟城也保留了 過火場也保留了 停車場也保留了 但是它把公園改成第二宗教專用區 公園犧牲掉了 但是還是保留作為宗教專用區 它要用來容納整個桃園航工城區內所涉及必須遷移的宗教寺廟 放來這裡 那這個部分呢 雖然公園改成中藥專用第二區 可是浮海工也同意 這個是縣府跟浮海工在7月17號的時候所提的意見 接下來沒有想到沒有想到7月29號中間呢才差不到兩個禮拜 縣府出賣了他們 審定公告的方案 浮海工廟城沒有了 過火場沒有了 停車場沒有了 宗教專用第二區沒有了 它的廟的本體呢 還縮減了0.01公頃 本來是0.56公頃 整個浮海工原來的土地要被徵收這麼多 問題出來了 當這些土地不見的時候 影響到的就是我說的違法事項 大家看一下下一頁 這個部分是原來第一次計劃的時候 虛線的部分是全部要保留的地方 那這個是最後保留的地方 浮海工的土地是黑色的部分 最後保留只剩下紅色的部分 來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最重要 違法的部分在這裡 這是2013年9月27號桃園縣政府的公告 公告什麼 公告浮海工的 非免教過金火儀式指定登陸為無形文化資產 這個無形文化資產所需的土地附著空間 包括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文化部它的登陸內容 它包括的是早上開始 所有的卵教必須集結在廟城的前面 然後等待神明的財事去財事時程跟路線 過火的時程跟路線 財事那些細節 然後在廟城的前方 所有的教要停留在廟的中庭 也就是廟城 然後要有遊行的路線到過火場 到過火場是非常重要的 而這指定的無形文化資產當中 數十頂神教在廟前展開的點教 輾教 禁忌旋轉儀式 主神 神教 扶卵等等 都是無形文化資產的內涵 然後過火更是無形文化資產當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結果呢 當這個民俗儀式被指定為 無形文化資產的時候 你們的桃園航空城計畫 把這個無形文化資產 所必須附著的空間跟環境 全部拆解掉了 它死掉了耶 你自己 桃園縣政府所通過的 無形文化資產 被吳智陽 在兩個禮拜之內 把它出賣的時候 無形文化資產飄飄渺渺 變成全台灣的 唯一的一個流浪無形文化資產 無所知好作啊 我指定的儀式 它所必須附著的空間 全部要被徵收作為桃園航空城 有沒有違法 違反文化資產保護法 文化資產保護法裡面 無形文化資產 所必須附著的空間跟周圍的環境 叫做文化景觀 要指定文化景觀 用都市計畫予以保存 所以現在桃園縣市只要辦全區聽證 浮海公只要提出無形文化資產 應依文資法予以保存 那麼就要加進一步 把他所附著的空間加碼 指定為文化景觀 然後要修改都市計畫 這時候你怎麼辦 你說你要辦全區聽證 你自己去辦 我辦我的你辦你的 到時候桃園市政府 他可以這樣辦 辦出來的結果 就是重新改變都市計畫 你們已經審定未核定的都市計畫 桃園市政府會送新的進來 那一拖再拖個兩三年 時間還算少的 國家是這樣領導的嗎 政府的重大經濟建設 是這種過程去執行的嗎 公然違法 然後你拒絕全區聽證 要包庇這個違法 那文資法被置於何地啊 我們請賴宗強律師 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當文資法被 我們請賴律師 來跟我們表示意見好不好 我們請賴宗強律師來 文資法可以這樣子 被忽視嗎 當一個審定未核定的都市計畫 明顯 用都市計畫 可以解編無形文化資產嗎 我們請賴律師 委員說的沒有錯 就是說這個案子確實是具有整體性 那不管是整個跑道涵蓋的範圍 或者是這裡面牽涉到文化資產的部分呢 事實上呢 他不可能說一步通過一步不通過 然後辦聽證的時候邀請一部分的人 不邀請另外一部分的人 否則將來就會發生彼此衝突的情況 他這個部分局部違法嘛 是 沒錯 他違反文資法嘛 那你除非說你逼鄭文燦 他的文化局去解編那個無形文化資產 你還敢說不讓他們參加聽證嗎 謝謝委員的指教 明顯違法你還要拒絕於聽證之外嗎 要不要全區聽證 因為他是在你特農區聽證之外 你要全區聽證這個案子才會進來 我已經明顯告訴你 我剛剛已經說明了 4月份是預備聽證 那你還敢說不讓他們參加聽證嗎 那8月份才是真正的特農的聽證 或許還會跟內政部跟考驗室 大家一起來研究 或許怎麼處理 我們再跟你講你聽證的範圍嘛 你聽證的範圍嘛 你聽證的範圍沒有把它聽證進來 我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你還是很堅持就對了 我剛剛講這樣已經很清楚了 沒有 我不清楚 所以我一直問啊 你讓我更清楚一點啊 來 你要不要浪入全區聽證 把這種已經有明顯違法的市證在的時候 你要不要改變你聽證的範圍 要不要通知他來參加聽證 我剛剛已經講了 預備聽證特農的部分 一定會按照現有的法令來做 那其餘的部分 我們會跟內政部跟桃園市 大家一起來研究 你不跟我們交通委員會和解 我們剛剛已經通過其餘的部分 你在一個月之內要規劃好執行 所以那個一個月的 我們剛剛的決議你踩不踩 我們會盡快來研究 後續怎麼處理 回去研究而已 我們會尊重 會尊重喔 對 當然我們會尊重研究來看看怎麼處理 什麼尊重研究 你是會尊重還是會研究 會研究就是不尊重 就是軟性的婉拒 你說我帶回去研究 就是柔性的婉拒 我們剛剛所通過的決議 尊重的話就是會執行我們的決議 那你到底是要研究還是要尊重 然後我們會跟內政部跟討厭師大家一起來研究 不必咧 我們剛剛沒有提內政部 聽證的部分你們辦就好 因為這一部分的話涉及到全國的部分不是我一個交通部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我們剛剛的決議你不遵守 回去還要再研究 我只能講是說我們會尊重 但是我們也會來跟內政部跟桃園市一起來做研究 會跟桃園市研究了 不會像早上那樣子說他們辦他們的 因為這個是全國性的東西 所以你要去找桃園市一起研究了吧 會吧 謝謝委員 什麼謝謝我 我問你會不會啦 你不必謝謝我啦 蛤 會不會 會去找桃園市研究 就是我們今天所通過的決議 我們一定會找桃園市大家一起來研究 我希望你真的是要 本著真正誠意要解決問題的心態 如果你是本著這樣的心態 你就不會讓聽證這件事情 然後卡關卡這麼久 為了聽證這件事情爭議那麼久 然後讓聽證到底是要全區聽證 還是特農區聽證 就光這樣的一個議題 就讓整個案子裹足不前 這不是國家領導 你是一國的部長喔 我要跟委員報告 這個有全國性的問題 如果要談全國性的問題 很簡單啦 不必搞桃園國際航空城 到高雄來弄 到南部來弄第二國際機場 國際機場就是到南部去 然後海空港在一起 全世界所有真正的發達的國際商港 都是海空一體 都是海空一體 沒有那個一空什麼六海一空五海 然後大家全部都死在那裡 就是沒有海空一體 所以我們國家沒有一個旗艦的城市 沒有一個旗艦的國際商港 去領導我們的國家跟世界的接軌 如果真的是要以全國的利益的話 就是全部停止所有一切的計畫 然後到南部去 我也不必說一定要在高雄市 你要在台南要在屏東要在高雄 我都接受 就是南部一個接近我們的海港 就是海空一體啦 就是要國際海空上港 這個才是叫做全國的利益啦 今天還在這裡黑龍洗頭 用這種空泛的名詞來推卸責任 謝謝管委員